双集加关注每天学电路 大家好 我们来看教材的109页 在这个 由两个二极管组成的全拨整流电路当中 第一个二极管V第一 第二个二极管V第二 我们知道有两个二极管构成的这样的电路模式 就叫做全拨整流电路 在全拨整流电路当中 这个二极管它的作用 就是把交流电整流转换成直流脉动电压输出 那么这两个二极管一般 在电路当中都是用4007这个规格型号 那么4007它有什么电参数呢 我们来查询一下就知道了 直接找到我们手机上的这个二极管参数表点击进去 这上面呢就有很多各种型号的二极管 其中我们找出这个1N4007了 就是这个第二十七项 这一个型号的二极管它的最大工作电流是1安培 耐压是1000伏的 它的耐压是比较高的 而且我们要搞清楚 此类二极管它是一种低频管 DO-41封装 所谓低频管就是低段频率的 我们知道这个是220伏插头 输入到这个变压器出来的就是交流电压 这个电压仍然是低频段的频率的电压 交流电 那么这两个1N4007 我们就用低频整流二极管 就可以胜任工作了 在实际维修当中 如果这种二极管损坏了 我们就用低频管去进行带换它 就可以了 关键要看它的电流跟电压 两个重要的电参数 你学会了吗 更多的电子知识 请点击下方小黄车 或者点击每一单的个人主页里面的装栏 更多课程 好 我们下期再见